英圈公主柳如烟是出了名的洁癖 可在我参加一档练宗时 我的狗叼着骨头蹭了下她的裙子 所有人都说我肯定会被封杀 但令人万万没想的是 她可是我那条纯狗的老娘 我是娱乐圈风评最差的绿茶男星 初到三年只拍了两部电影 但却拥有八千万会做数据的黑粉 就因为这八千万黑粉 没人敢找我拍戏 但综艺圈里流传着一句名言 既播出这颗黑心梨 哪里需要热度往哪里扔 对此我表示 只要价钱给够 把我扔到荒岛 和猴子一起参加真人秀都没问题 凌晨两点 我发了一条微博 抱怨要给前女友养狗 喜提恋情热搜 天刚亮 经纪人威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说是半夜为我接了一档直播恋宗 既播出 你哪有什么前女友 你是不是喝最后乱发的微博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恋情瓜的热度很高 现在狗仔都在盯着你 这颇天的流量你得稳稳接住 在节目没有结束前 千万不要暴露出 你没有前女友的事 这两年 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节目 但恋宗还是头一次 所有人都以为我不接恋宗 是怕影响事业 没人知道 我是因为有一个促进前女友 下午两点 我准时到了贺连村的草莓屋 参加恋宗 最佳心动 刚下车 弹幕就骂了起来 我看节目组真的是疯了 要是早知道绿茶男 要带着一只哈士气空降 我就不冲会员了 既播出半夜哈的那条微博 纯粹是华众取宠 他要是有前女友 我就倒立洗头 我拿出牵引绳 刚把大王拴好 一辆黑色的保姆车 在身后停下 走下来四个人 分别是配音演员李雪芹 影第一腾成 男团肖莫白 影后沈幼主 肖莫白一下车 就冲上来给了我一个拥抱 纪播出 听说你要来参加恋宗 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 又不是和我谈恋爱 瞎兴奋什么 我内心虽这么想着 但嘴却很有职业精神 肖莫白 你去沙漠拍了两个月的微电影 皮肤还这么白 真是让人羡慕 看到我们热情打招呼 不明路人狂刷屏 说故乡的百合花开了 我的八千万黑粉 第一时间冲了出来 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 纪博出和肖莫白 虽是同一个公司的 但出了名的不对付 他们是塑料兄弟 松开肖莫白后 我笑着看像抱着不我猫的一腾成 一老师 你的猫好可爱啊 一腾成唇角一勾 脸上带了些嘲笑的神奇 纪博出 你教我老师做什么呢 我微博才三千万粉丝 你有八千万 论知名度 我可比不上你 好狠 谁不知道我那八千万是黑粉 稍不注意就会身败淫练 那哪行呢 你比我大三岁 又比我出道早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的前辈 听到我提年龄 一腾成的笑脸皱了 恰在这时 导演拿着喇叭从院里跑出来 各位老师 咱们这一集 除了纪博出是临时特邀嘉宾 还有一位是圈外人 他很快道 导演话音落下没一会儿 一辆麦巴赫停在了路口 车门打开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走了下来 女人身着一袭鼻挺的黑色裙子 五官轮廓恰到好处 浑身的气质金贵而俱傲 弹幕一下变得兴奋 啊 圈外人竟然是公主柳如烟 导演我不骂你了 搞快点 我要看高冷之花 被拽下神坛的瑟瑟剧情 我还没反应过来 趴在地上啃骨头的大王 突然朝柳如烟飞快地跑了过去 记博出 你能不能管好你的疯狗 他要是咬到柳如烟 你拿命赔都赔不起 看到一腾成火冒三丈 我也很无奈啊 孩子瞧见自己的老娘有些兴奋 我能怎么管 半年前 我和柳如烟分手时 他将大王的抚养权给了我 这半年里 我没有和他见过面 可大王这个叛徒 当时偷偷和他见过 我不知道柳如烟 为什么会来参加最佳心动 但我不想再和他扯上什么关系 一腾成的粉丝捕捉到我纠结的表情 幸灾乐祸道 记博出完蛋了 公主有洁癖 那只叼着骨头的疯狗 肯定会被一脚踢开 他也会被封杀 柳如烟是京城柳家的嫡长女 妥妥的金圈公主 也是出了名的有洁癖 而此刻 大王正叼着骨头蹭他的裙子 嘉宾们全都目瞪口呆 威姐更是一副天塌了的表情看着我 连工作人员都冲了上去 准备强行拽开大王 但柳如烟却蹲下身将他抱了起来 所有人都一脸惊热 连弹幕也沉默了 一腾成开口打破寂静如烟 你不是有洁癖吗 这条狗身上全是灰 嘴里还叼着 不知道从哪起来的大骨头 很脏的 脏吗 我不觉得 柳如烟神色很淡 看向我实确微钩唇角 纪博出 你的狗好像很喜欢我 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他这句话 镜头迅速扫向我 我洋装淡定地夸他 他叫大王 刘总你一米六八 花容月貌 大王能被你抱 他的兄弟们看到 恐怕都要羡慕死了呢 看到柳如烟的眼底样起毒力 我心下冷笑 这狗女人铁定是被我夸爽了 我们腾城哥的吗 我觉得 纪博出肯定是怕被封杀 才会使劲夸公主 半年前 有狗仔拍到柳如烟平反了 出现在伊腾城居住的小区门口 因为两人是高中同班同学 网友纷纷猜测 伊腾城是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伊腾城也曾在微博公开回应 柳如烟是去找他了 但他要拿到影帝奖才谈恋爱 媒体对他的评价是 清醒又独立的大男主 前不久 伊腾城刚获得白马影帝奖 所以柳如烟一现身恋宗 立即引发了全网热议 进院子后 主持人先是让大家 依次做了自我介绍 紧接着 就公布了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拜玉米 最后按金属排名来选择房间 来到玉米地 伊腾城看了一眼空中的猎羊 微醋着眉头 向导演申请了助理外援 我背着大贝勒从他的面前经过 弹幕一片骂声 记不出那个绿茶男在那装什么呀 真是好笑 他是想离热爱劳动的人设吗 我们腾城哥不下地 是因为刚接了不线偶剧 所以不能被晒飞 记不出他接不到剧本 只能在综艺里努力刷存在感 好可怜哦 对此我完全不在意 网友骂得越凶 节目热度越高 我得到的片酬也越多 身后突然传来狗叫声 我寻声望去 发现柳如烟化了身休闲妆 正在给大王为他喜欢的旺仔QQ糖 大意了 大王傻傻的 狗女人肯定是想用吃的拐走他 大王 我怎么和你说的 在外别乱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被拐走了 我是不会去找你的 我冷下脸训斥 大王叼着QQ糖的包装袋 飞快朝我奔来 还傻乐着和我分享 柳如烟也走了过来 四目相对 我迅速一开了眼神 这狗女人我很了解 只要我多看她几秒 她就能在心里自我攻略 记不出 我不会拐走大王的 她是你的 我也是 柳如烟突然开口 我的脸一下爆红 这狗女人不要命了 我左看右看 顿时松了一口气 幸好摄影师们还没有过来 这话要是被直播出去 我铁定被八千万黑粉给骂死 柳如烟虽不混娱乐圈 但她那高颜值 以及柳家公主的身份摆在那 她的粉丝可不比我少 我浑身不自在 立马强调道 柳如烟 她是我的 但你不是 柳如烟一贯喜目不形于色 是金圈有名的高冷之花 但在我的面前 她完全就是一个 占有于爆棚的女人 而且还会因为吃醋 眼睛湿漉漉的 像一只委屈的小狗 看到柳如烟的眸色暗了下去 我连忙转身钻进了玉米地 搭好玉米后 我们回了草莓屋 节目组给了我们三张照片挑选房间 分别是半山腰的石头屋 村里的草莓屋 山顶的木屋 每处可住两人 一眼可见草莓屋条件最好 木屋比较简陋 黄蜂一吹就会散架 按照玉米的金树排名 配音演员李雪晴第一个选 他选的石头屋 伊藤城选的是草莓屋 山顶木屋是我的planet 早就听说赫连村地理位置好 能看到很美的星空 第四个是影后沈幼楚 他的眼神 落到了山顶木屋的那张照片上 但只是两秒 就一开眼神 然后拿起了石头屋的照片 到柳如烟时 弹幕都在说 他肯定不会学 环境艰苦的山顶木屋 连导演都殷勤的 将草莓屋的照片拿了起来 准备递到他的手 但柳如烟却突然看向我 声音不冷不淡地说道 我要住山顶木屋 导演有些尴尬 将手里的照片 转递给最后一名肖莫白 一腾成不甘地扫了我一眼道 纪伯初 我也想要体验一次住在山顶 可以和你换一下吗 我摆了白手婉拒了 我家大王想去山顶住 就这几个镜头 网友又炸了 对着我一顿炮轰 纪伯初是瞎了吗 他看不出来 腾成哥想要和公主住一起吗 楼上你别急 公主有他的表白计划 他先和腾成哥保持距离 最后再给个大惊喜 我觉得吧 是纪伯初的土狗 弄脏了公主的裙子 他准备在山顶木屋报仇 晚饭过后 节目组将我们召集到院子里 为了搞点噱头 导演还特意 将我凌晨发的微博和视频 投评到了院子中央的幕布上 纪伯初谈恋爱这些年傻也没剩 就剩下前女友的狗 一条只会拆家的虫狗 评论区都笑得差了起 纪伯初头号黑粉绿茶男快说 到底是哪个女人和你养的哈士奇 她是怎么做到又蠢又傻又可爱的 告诉我地址 我要去偷她 知足常乐那老话咋说的 被孩子困住的只有女人 纪伯初的苦力 给前女友养会拆家的狗 纪伯初这傻男人怕不是个甜狗 腾诚哥最帅纪伯初是大巫师 分手后把前女友变成狗吧 你们当他的非粉也是够会起 肖默白几人 全都笑着看大王拆家的视频 只有柳如烟一人冷着脸 纪伯初 这是你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 谈及恋情 网友们都想知道 你的前女友是谁 方便透露一下吗 听到主持人这话 你和打工女的那只土狗可要双好 别吓到了他 土狗真是睁眼说瞎话 说我丑可以 干谁骂我的宝贝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顺势摸了一把大王的头 大王 我知道你内心在落泪 是你爸爸没本事 不敢对影帝哥哥 但你不能记恨他的过 你们都是好宝宝 我今天教你一个新的成语 猫好人坏 大王养着头嗷嗷叫 表示赞同 我余光撇到 伊藤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看完我的微博后 主持人进行下一个活动 真心话大冒险 我开局不顺 输了 伊藤诚提问题 他只是微微勾蠢 我就知道他要整我了 纪博出 你和你那个前女友睡过吗 伊藤诚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连弹幕也飞快刷新 我虽是娱乐圈风评最差的绿茶男星 但黑红也是红啊 无论我回答什么 都会引起网友的热议 反正都要被骂 不如直接摆烂 想到此 我对着镜头甜甜一笑 当然睡过了 别看他只是一个打工的 但他长得比圈里的女人都好看 各方面能力更是优秀到不行 哼 打工女能有多优秀 伊藤诚吃笑了声 明显是没有信我的话 倒是影后沈幼主 目光沉沉地扫了我一眼 第二轮柳如烟输了 他选的是真心话 这次是主持人提问题 柳总 你谈过恋爱吗 柳如烟不动声色地扫了我一眼 谈过 他是我的初恋 我被甩了 主持人两眼放光 一副挖到了惊天大瓜的表情 柳总 看你的样子 好像是对前男友念念不忘了 那为何会来参加咱们这个恋宗呢 他在这里 我来追伏他 柳如烟的语气强势又直白 现场的工作人员全都傻眼了 导演使劲给主持人眼神暗示 让他抓住这个年度劲爆大话题 弹幕也炸开了锅 绝对是伊藤潮 早就听说柳如烟追过他 两人肯定是在一起后 闹了点矛盾 笑死 纪博出这个心机男还想勾引公主 简直是痴心妄想 快看他的表情 肯定是在羡慕嫉妒恨 我怎么觉得 公主的前男友是纪博出 他刚才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深情又温柔 还有点克制的爱意 怎么可能啊 纪博出的前女友是一个打工的 狗仔爆料过纪博出有十几个金主 他肯定是玩异了 找了个老实人接盘 那人忍受不了他的暴脾气 把他给甩了 我呼吸一致 只想原地消失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校友 大三孝庆晚会那天 我和朋友们玩游戏输了 被要求向一个女生要威信 我承认自己有点严酷 当时一眼就看中了 站在人群中的柳如烟 我知道她是柳家的公主 这样的高冷之花 我是摘不下来的 但是放着不去调戏又有些亏 于是加了微信后 我给她发了几次早安晚安 以及一些逗她的话 柳如烟只回复过一次 后来我不给她发晚安了 她却主动找上了我 很快我们恋爱了 我以为她只是对我突然来了兴趣 也许不出半年就会被她甩 但没想到 一谈就是三年多 她对我很好 但她的占有欲让我有点受不了 柳如烟太爱吃醋了 我自进入娱乐圈 没有接过任何感情戏 于是在半年前的一次吵架中 我和她提出了分手 大王是柳如烟从小养到大的 但分手时 她将抚养全贬了我 柳总 方便透露一下你前男友是谁吗 主持人十分兴奋 恨不得一下挖出所有的信息 柳如烟作为京城柳家的公主 她的感情问题一直被媒体所关注 如果今天 最佳心动能问出她的前男友身份 那绝对会成为年度人妻恋宗 不方便 她还不想公开 柳如烟声音寡淡 主持人不敢再问 她随意地瞟了我和肖默白一眼 最后将目光落到了 最有希望的一腾成身上 一老师 据媒体爆料 你和柳总是高中同班同学 你们私下关系怎么样 不方便说太多 一腾成笑着捋了一下耳边的发丝 主持人追问道 那一老师 你谈过恋爱吗 保密 听到一腾成这两个字 主持人的嘴角都快瘤到天上了 在她看来 一腾成一定就是柳如烟的前男友 只是还不想公开 连弹幕也在鼓掌 我磕到了 我又磕到了呀 公主柳如烟和腾成哥真的谈过 一定要破镜重圆啊 我磕得CP修小逼 公主柳如烟的追附路有迹可学 大年前 她多次出现在腾成哥家附近 肯定是去求和的 真心话大冒险结束后 大家各自回了住处 山顶木屋有两个房间 一里一外 柳如烟让我睡里头内奸 她睡外面内奸 第二天 导演让我们抽签 两人一组做午饭 女嘉宾负责被食材和砍材烧火 男嘉宾负责炒菜 我还是和柳如烟一组 肖默白的搭档是李雪芹 而一腾成是和沈又厨一组 分组一出来 弹幕的骂声陡增 纪博初是使用了什么巫术吗 怎么每回抽签都是她和公主啊 我刚戴上做饭的围裙 一腾成突然走过来挽上我的胳膊 笑着问我 纪博初 观众都希望我和柳如烟一组 你能不能和我换一下 我和她的关系很好 她这次来练宗是为了我 你也不想看着节目结束后 一对恋人都没有吧 你出道时和沈又厨合作过电影 有狗仔还拍到过 你们私下一起聚过餐 我看得出来 她对你有意思 我让你去和她一组 也算是促成了一段好的姻缘 不用谢我 好的姻缘 真是好笑 我为什么会拥有八千万黑粉 这是不就是沈又厨做的吗 当时 因为沈又厨将大男主电影 改成了她想要的大女主电影 顽强坚韧的男主 这是当时闹得挺大的 一腾成不可能不知道 婉拒了她 我做饭喜欢和美女做 柳如烟比沈又厨漂亮 我轻轻一笑 一腾成眼神如刀 恨不得当场杀了我 记博出好直接啊 我赞同 我也喜欢和美女做饭 好奇怪 我有点科技博出和公主了呗 果然啊 八卦让人的快乐翻倍 节目组准备的食材有很多 柳如烟选的是一只土鸡 两个西红柿 四个鸡蛋 还有几样配菜 她备好菜后开始砍柴烧火 我将她洗干净的鸡块 倒入锅中焯水 而肖默白和李雪芹配合默契 已经做好了第一道菜 一腾成那一组 沈又厨还在切鱼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应该不会做这些事 因为和她拍戏那半年 她带了三个生活助理 这次来参加最佳心动 沈又厨好几次有意和我缓和关系 我都懒得搭理她 因为微解查到 沈又厨公司看中我现在的黑红流量 想让她和我炒真情侣CP 做好饭后 我们进入屋里一起用餐 如烟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番茄炒蛋 你尝一尝 刚坐下 一腾成就将她做的番茄炒蛋 端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柳如烟腻了一眼盘子里 语气很淡 我从不吃糊的东西 一腾成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子 只 只是糊了一点 还可以吃的 柳如烟没有搭理 凑到我的身边笑着问我 纪博初 我可以吃了吗 你做的这两道菜很香 我馋得不行 趁热吃啊 我习惯性地夹起一块红烧鸡块 放到柳如烟的碗里 反应过来后 又立即将红烧鸡块加了回来 心虚地拿起公块 给他重新加了一块 公主柳如烟这是认真的吗 竟然要去吃纪博初做的菜 腾成哥那道番茄炒蛋 不比他做的好一百倍啊 笑死了 纪博初在做什么呀 他这家来家去的 还不如直接喂公主吃 哈哈哈哈 纪博初和柳如烟的互动好戳我呀 如果他们是假的 我刻一下怎么了 又不会成为真的 主持人是会抓重点的 他看到我和一腾成 做了同一道番茄炒蛋 嘴角都快合不拢了 纪博初 你是学一老师做的番茄炒蛋吗 他有一条起能引起热议的话题 弹幕也在疯狂地骂我是一个学人精 纪博初真的是疯了 这也曾 公主柳如烟喜欢番茄炒蛋 腾成哥做 他也学着做 不愧是娱乐圈的第一绿茶男 他以为自己和公主一组 再做一道他喜欢的菜 就能取到柳如烟吗 我低头看了眼盘子里的番茄炒蛋 微微笑道 我这不是番茄炒蛋 我做的是蛋炒番茄 这不是一样的吗 主持人愣住了 不一样 别看都是番茄和蛋做出来 但纪博初做的这份 闻着吃着都很香 柳如烟低头吃了一口蛋炒番茄 一腾成又气又急 如烟 纪博初那个比我做的还活啊 肯定不好吃的 你别因为在录节目 就委屈自己去吃 我吃喜欢的菜为什么会稳缺 倒是你 和我是什么关系 管我这么多 柳如烟没抬头 专注干饭 一腾成的眼里忽然燃起两团怒火 避开镜头狠狠地瞪了我爷 公主这是吃错了吗 因为腾成哥和沈幼厨一组 怎么办 我好像真的磕到了 纪博初的大王弄脏了公主的裙子 他不仅没生气还主动去抱她 现在公主还搞双标 要吃纪博初做的胡了的蛋炒番茄 他们两个不结婚难以收场啊 弹幕里扎着霹里啪啦 主持人和导演也乐开了花 这不赚大了 李老师 这个糖醋排骨 是我和外婆学的拿手菜 你尝一尝 肖默白将他做的糖醋排骨 放到李雪芹面前 李雪芹吃了一块 抬手扶了一下金丝边眼镜 低沉着嗓音笑道 口感清爽 肉质鲜嫩 很好吃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 肖默白咯咯地笑出了声 然后抬手给我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纪博初 你也尝一尝 不好吃可别说出来啊 小心我给你买黑热搜 我笑着回对了一句肖默白 我黑热搜都铺天盖地了 你还是省点钱吧 肖默白喜欢李雪芹 这件事他只告诉过我 李雪芹是他喜欢的 一个以游的女主配音 不过那是两年前的以游 因为公司破产后 那个以游已经下架了 而我和柳如烟的事 圈里也只有肖默白知道 外人看来 他和我不对付 但其实我们是好兄弟 他是我的高中校友 但网上对我的恶意太多 我们只有表面装作关系不好 才能避免他被我的黑粉攻击 从肖默白李雪芹二人身上 收回目光后 我看了一眼柳如烟 这还是分开半年后 他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菜 在一起那几年 因为我刚开始做的并不好吃 会糊掉 甚至很闲 晚上 可怜村下起了雷震雨 我和柳如烟上山时 大王那傻孩子 看得好像很兴奋 卯足了镜在前面奔跑 到了山顶屋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就下了山 睡觉前 威姐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初 你和公主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看着 感觉你们之间不太对劲 直播了两天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客你俩 但骂的人也更多了 一腾城的粉丝 不断攻击你的微博 甚至还攻击 最佳心动的官博 你这两天别去回复 等节目结束再说 我和一腾城 其实没什么毛利 但娱乐圈蛋糕就这么大 谁都想吃一点 我虽然黑红 但总归是红 邀请我的综艺越多 看我不顺眼的人自然也更多 半夜不知道是几点 沉闷的雷声 如同大炮隆隆作响 暴雨越下越大 木屋突然开始漏雨 也停电了 我刚起身下床 柳如烟就走了进来 现在下山不安全 外面那间屋没有漏水 你先去睡我的床 天亮我们在下山 那你睡哪 我有些犹豫 我不睡了 暴雨还在下 我坐在门口看着 有情况好 第一时间叫醒你 柳如烟边说边拉着我 去了她的屋里 看到她转身准备出去 我急忙拉住她 柳如烟 我也不睡了 天快亮了 这雷声很大 你能不能和我待在一起 从小到大 我最怕的就是打雷了 柳如烟脚步一顿 转过身抱住 我有我在 博出别怕 低沉阴雅的声音灌入耳里 我僵硬着身体 不知道怎么接话 几秒后 那道声音又压低了些 博出 我们和好好吗 我不会再经常粘着你 我装聋作哑 正准备从柳如烟的怀里挣脱时 她将我紧紧圈住 灼热的气息尽数 喷洒在我的耳裤 记博出 别装作听不见 我说过的 这辈子非你不嫁 分明是你先来招惹了我 为什么要将我推开 我从小到大没哭 第一次哭还是因为你 你得对我负责 听到这句 我小脸一黄 这狗女人乱说什么呢 她第一次哪是被我欺负落泪的 明明是她自己爽哭的 风果着雨水从窗户飘了进来 我没忍住打了个冷战 柳如烟将我又抱紧了些 恨不得将我揉进她的身体 我有些无奈 这家伙还和当初一样 白日里是高冷之花 夜晚又是纯情小狗 天亮后 雨停了 节目组带我们去了市区的月湖 今天的活动是三人一组赛龙舟 到了月湖 主持人让我们抽签 弹幕都在疯狂尖叫 李雪芹和肖默白好有CP感 李雪芹配音的已由人物角色 是肖默白最喜欢的 你们站在那里不要动了 我去把名证据搬来 我真的磕到了 公主对季博出 那分明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他爱吃他做的蛋炒番茄 我不管 我已经住在你们爱情的狗窝里了 请把狗粮满上 楼上加一 他那么洁癖的一个人 竟然喜欢逗大王玩 公主他简直不要太矮 笑死 公主有他自己的计划 说不定 这只是他的手段 先把季博出捧高 再摔死 让他从此滚出娱乐圈 抽签结果 我和一腾成还有沈幽厨一组 弹幕里心碎一片 去换衣间换服装 肖默白换好先走了出去 我快换好时 一腾成突然走到我的面前 脸上扬着一丝怪异的笑 季博出 你和柳如烟真的谈过 昨天他竟然吃了你做糊的蛋炒番茄 我想不通 你们明明只是大学校友 毕业后也没有什么交集 他为什么会对你那么好 今天早上 我花了一大笔钱才从狗仔那里 买到了被柳如烟压下去的消息 真是可笑 狗仔竟然拍到你们两个同居过 一腾成笑着笑着 面目变得猙獰 这和他往日的清冷形象判若两人 我将手机放进柜子 转身看向他 语气很淡 一腾成 我和柳如烟是正常恋爱同居 一腾成的眼底骤然迸发出恨意 季博出 你别总用一副不在意的语气 和我说话 你根本不懂 我对柳如烟的感情 在高中时 我暗恋了他两年 你知不知道 我进入娱乐圈就是为了他 他很优秀 我只有站到最高处 才能被他看见 我讨厌你 你明明是娱乐圈里 风评最差的绿茶男星 但每次参加节目 各项数据都是第一 你的八千万黑粉居然一边骂 你一边给你投票 我和很多女星一起给你买过黑热搜 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 我其实知道 他们给我买黑热搜的事 这两年里 我经历过各种造谣和谩骂 接不到电影电视剧本 我就踏踏实实搞好综艺这一款 因为我一直坚信 我也很欣赏你的演技 纪博初 我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你就是用这副小白生的样子 骗了柳如烟的把 一腾成打断我的话 咬牙切齿道 我认识他比你早 你强我喜欢的女人算什么本事 你是不是使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什么卑鄙的手段啊 真是离谱 我冷笑一声 绕过一腾成准备出门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会突然掏出一把小刀刺向我 再次醒来 已经是一天后 柳如烟和威姐守在我的病床前 见到我睁眼 柳如烟刚站起身 就被威姐一把推开 威姐拉着我的手 语气里满是心疼 小初你可算醒了 担心死我了 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要怎么和你爸妈交代啊 你和刘总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这小子怎么回事 竟然一直不告诉我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事 也许就可以阻止一腾成伤害你 一腾成刺中了你的左下腹 怎么样 现在还疼吗 不算太疼我勉强地笑了笑 威姐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好 让刘总陪着你 我去给你们买点事的 威姐走后 柳如烟才有机会凑上来 她冷着声音和我讲了那天的事 在刺伤我后 一腾成并没有逃跑 而是立即打了120 在警局 她交代了 刺伤我这件事是她临时起义 她意识气急了 不是真的想要伤害我 活出 别担心 这件事过去了 你好好休息 柳如烟弯腰在我的额头上 落下一个吻 我低声提醒她柳如烟 你能不能别出手 这是交给警察 她用刀伤人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放心 我遵纪守法 柳如烟照顾了我一个早上 下午去了公司 她走后 威姐告诉我 我出事时 柳如烟担心的红了眼 在救护车来前 她一直都在叫着我的名字 生怕我昏睡过去 从急救市出来后 我一直在发高烧 柳如烟也是担心的 一晚上没有闭过眼 一腾成因迟到伤人 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 而沈又楚两年前 强行修改剧本的事 也被狗仔报了出来 一夜之间 她的名声彻底臭 我的八千万黑粉 纷纷流言在黑着我的过程中 早已黑转粉 肖默白来看我时说 她和李雪芹相处得很自然 感情也正在上升 我真心为她高兴 李雪芹可是配音大佬 这小子吃得太好了 出院那天 我和柳如烟的恋情 突然被爆了出来 全网都说磕到真的了 还有狗仔爆料 半年前 柳如烟出现在 伊藤城居住的小区门口 其实是在买狗粮 那个小区有一个阿姨卖自制狗粮 大王那段时间 很缠那个阿姨卖的狗粮 还有人连夜 扒出了柳如烟的微博小号 发的内容都是关于我的 微博名字叫LRYDBC 翻译过来就是柳如烟的博出 她的微博发了有60多条 有一些是日常 有一些是询问网友的意见 很急 求助 怎样才能被男友公开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她的男朋友 我的宝宝今天生气了 因为我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去了她工作的地方 我错了 但我下次还敢 宝宝睡着后 真的好可爱 让人想要狠狠地亲 她没错 是我的问题 网友说我是恋爱脑 而恋爱脑只能吃野菜 没关系的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我吃一辈子野菜都行 但我的宝宝一定是吃最好的 分手后 我偷偷去找过她 但不敢让她知道 还好我聪明 当时把大王给了她 大王一定不会认其他女人 当妈妈的 评论区笑成了一片 都说看得恋爱脑犯了 要去看点挖野菜的视频缓一下 安悠磕死我了 我可以单身 但我磕的CP必须要结婚 我先随一摆 婚礼让我做主桌 我磕的CP是本年度最甜的 我火速冲了 老粉操碎了心 兴奋好兴奋 全网都在喊话叫我们复合 网友还翻到了 柳如烟最开始发的几条微博 开学第一天 看到一个男生 站在学校的许愿池面前许愿 这年头还有人相信许愿池 我很想笑他 但他认真许愿的样子 又让我想要他的愿望被实现 真是奇怪 又见面了 许愿男孩是我隔壁学院的 从朋友口中听到了他的名字 很好听 朋友要去追他 只是因为他长得帅气 被我骂了一顿 他一个花花小姐配不上他 孝庆是个无聊的活动 但他来找我要了微信 我一激动打开了微信收款码 他当时都愣住了 以为我的微信要用钱买 还红着脸问我一百块可不可以 怎么会那么可爱呢 他肯定很喜欢我 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 完了 他不给我发晚安了 是有其他喜欢的女生了吗 看到这几条 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大一那年 进校前 我在学校贴吧看到过 有人说学校的许愿池狠 特别是学习和感情方面 博出 你当时许的是什么愿望 柳如烟从预示出来 看到我在翻看这条微博的评论 她走过来坐下 将我拉到她的腿上坐着 我抬头看了一眼 刚擦干的头发我 许的是要拿一等奖学金 真的吗 柳如烟扣住我腰的手 转移到了腿上 明显不相信 骗你的 我闷闷地笑了两声 其实我当年许的是 想要有一个 毕心毅意对我好的女朋友 我的愿望成真了 柳如烟垂眸眸看向我 梁九才轻声开口 博出 我的愿望也成真了 你当时走后 其实我也去许了一个愿 愿望就是 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你许的愿 说着 她将我拉到床上 说是要做这半年没有做过的事 许愿是真的灵 第二天 我和柳如烟带着大王去还了愿 也许下了新的愿望 一愿我们集赌者平安健康 无灾无难 二愿是八所喜 八事所办 三愿才从四面八方滚滚来